103 南方都市報 全國版A股巨鎮之後,中概股回歸熱情未減 2015年7月22日要問C03昨日,分類信息網站百姓網宣布完成22億元融資 並已完成拆除V.I.E.計劃最快在10月於新三板掛牌上市 隨著移居中國 人人網等一系列企業中概股的私有化 市場上再次湧現出中概股私有化潮流 但是,隨著A股近期的大幅波動 也給中概股的歸屠農上了一層陰影 中概股境內回歸仍然是大趨勢 AIDG資本合夥人楊飛在昨日普華永道舉辦的中概股回歸境內資本市場 專業研討會上向南都記者表示,雖然經歷之前的一波調整 創業版的整體市盈率仍然比國外資本市場的市盈率高 而且在短時間內不可能回到理性的低市盈率 中概股回歸市大趨勢自去年下半年開始 中國A股市場進入瘋狂攀升週期 創業版指數升勢更是引人注目 作為第一個打破VIE架構 回歸A股的公司捕風科技從3月24日登陸深圳創業版 連續打開34個帳庭 這個成功樣板掀起了一輪海歸熱潮 據統計,今年上半年中國企業上市220家 在境內上市187家 境外上市僅33家 半年來已有29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 宣布了私有花退市 僅6月就有13家 7月初又有丫丫、當當亡、 歡聚時代等宣布回歸 在中概股大規模回歸境內的背後 是其自身價值的低估和商業模式的不被理解等問題 據統計,截至今年6月底 A股主版、中小版和創業版的平均市盈率 分別為16倍、45倍和68倍 而香港主版、納斯達克和紐交所的平均市盈率 分別為11倍、16倍和16倍 但是從6月下旬開始 中國A股市場開張頓模式 A股市值大幅縮水 上市企業高市盈率不再 意味著中概股公司為私有化 拆解VIE架構和回歸境內 上市付出大量時間和金錢成本後 很可能得不到預期股值 另一方面 此次A股具鎮也暴露國內資本市場存在不少不健全的地方 吸育回歸的中概股造成極大不確定性 國內可以有更高的股值 楊飛認為 現在中概股回歸的動力來源於國內資本市場投資者 更了解其商業模式 可以有更高的股值 但是也有一些企業的價值體現不局限在境內投資者 所以境內外上市的政策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的情況下 在上市地點的選擇一直是開放的 那中概股回歸境內 是否以未著選擇海外上市的企業數量就會逐漸減少呢? 廣發干和投資的封控總監張傑認為 為了方便在海外上市的優秀中國企業回歸國內 A股,推出了許多政策行利 例如日前上交所已設立新興戰略版 以及深交所放開互聯網公司上市盈利要求等 這都表明中概股回歸長期來看是有機會的 楊飛表示 企業選擇在國內上市和海外上市應該是並行的 在一段時間內一定是國內的股價會比海外的更高 在國內上市的企業會相對集中一些 但是從長期來看 在國內外的股值差價比較小的時候 一些企業會根據自身發展或股東對其自身資產配置的需要 也會選擇海外上市,採寫,南都記者田嬌 多久 全部都應付了 多久 很高 對 楊飛 王 大